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新北市五谷屈民谢金莲结婚35年,结婚第七年,婆婆中风过程后,经她细心照顾恢复行走能力,但因记性恍惚,常打电话向亲友,警方诉苦三餐不济,惊动远景,社工到家里关切,谢金莲说,凡是往好的方向想,心里有些什么不愉快,出门走走, 喝个咖啡就好了,新北市妇女会今天表扬29区模范婆媳,提前庆祝母亲节,也分享婆媳相处之道,新北市妇女会理事长吴慧春说,时代在变,婆媳能融洽相处在同一屋檐下相当不易,如果媳妇敬重婆婆有如自己的妈妈,婆婆关怀媳妇像是自己的女儿,家庭自然温馨, 五谷区或表扬的模范婆媳王林秋香,谢金莲,王林秋香54岁中风至今已28年,卧床针灸治疗后能靠住行妻行走,难免脾气不好骂人,谢金莲说让她发泄完就好或当听不懂,自己在娘家不会顶撞父母,婆婆就像自己的妈妈,她也不会顶嘴, 因为记忆恍惚,王林秋香常会打电话给亲友,或主住住行妻到工作诉苦,说三餐补给或未受好照顾,多次惊动警方到家里了解,连社会局也派设公园进行家访 谢金莲说,凡是往好的方向想,老公负责,四个孩子乖巧,心里有些什么不愉快,出门走走,喝个咖啡就好了 谢谢大家